人体探备 1.神奇的骨头 当你每日走路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你一共有多少斤的脚骨? 它们合共可以承担多少力量? 一个人一共有一对的脚, 每只脚有骨头26斤。 这些骨头的位置分布得非常适当。 使得全身的重量, 平均地分配在每一部分上。 一个体重144磅的人, 他的大脂骨将分配到12磅, 食指分配到6磅。 其余的重量, 則平均分配在两个脚骨上。 他的10个脚趾, 当站在不动时, 是没有大作用的。 但当他走路的时候, 他们的确能协助平衡身体, 使人不容易跌倒。 普通人平均每小时, 可以走3英里。 每举一步, 可以跨28寸。 免得不需要1秒。 不要以为都市人有了汽车, 他们一定是很少步行。 事实上, 平均每一位的主府, 每日走路在12英里以上, 那是很平常的事。 换句话说, 他们每日需要跨行27,000步。 至于男人, 当然需要走路就更多。 和务道者一起想想, 我们环顾大都市的四周围, 从桥梁、大楼, 以及机器所看到的很多巧妙的構造, 并赞叹现代的建筑和机器, 真是工程的奇迹。 但是, 我们有没有发现各人, 脚中那26块的小骨, 所组成的一个, 近乎10寸10美的巩窮? 并且成为几千年来, 人类用以建筑桥梁和地下水道的南本。 这一个智慧和能力的结晶, 怎能说是没有一位做物主而自然产生的呢? 这是合作用来的情况。 我们开始交捡桥梁。 这里有一点需要所蔬的石码,